中国信托银行在洛杉矶市的酒店举办一场年终感恩音乐会 活动当天呢 国会的众议员赵美馨以及经文处的副处长周庆龙等人都应邀出席了 现场可以说是灌溉云集 美国中国信托银行CTBC Bank 在洛杉矶市Rich Carlton酒店举办年终感恩音乐会 活动中还邀请洛杉矶加州大学华裔经济学家于伟雄主讲 人力资源是洛杉矶长期繁荣的关键 呼吁政府以及民间组织致力于人才培养 这个季度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已经移动到新的高层L.A.领域 我们移动到CTBC Bank 这代表我们的父母 这代表美国,最后一个美国的代表美国 中国政府中国中国人在香港 中国政府公司 主要是我们今年的银行的英文名字改成CTBC 我想说我们要将银行变成mainstream的话 我想要取一个比较容易记的名字 而且能够跟大陆来的银行能够有一些分别 所以我们改成CTBC 那最近我们的银行整个整理得非常好 那我想大家最近也知道金融海啸之后呢 有很多规定非常严苛 不过我们安全地度过了 同时我们今年也赚钱也赚得不错 所以我们未来增加了很多很好的员工 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好的服务 当天出席的贵宾灌溉如云 包括了国会众议员赵美馨以及助理郑寒平 洛杉矶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副处长周庆龙 经济组组长陈明诗 经济副参事张志源等 中文电视采访报道